资本控制女星穿衣插举 别看迪丽热巴已经成为顶楼了 但活动中的穿衣还是被公司广播 不是低胸礼服就是深逼的设计 所以热巴只能自己捂住避免走光 就算这样还是免不了被摄影师抓拍 杨幂在录制晚会舞台时 由于自身条件优越被安排抹胸裙表演 怕走光穿着一件貂皮大衣做眼部 但很明显好身材是完全藏不住的 立姐还在台上玩嗨的蹦蹦跳跳 这下收视率不得直线飙升 刘诗诗向来不会用穿衣薄眼球 红毯上穿衣得体端装大发 出席时装周一系蓝色上衣搭配白裙 完美全是什么叫简约而不简单 后面直接穿上了风衣走路带风 林心如被安排身避礼服出席红毯 但还没来得及向镜头展示 就被徐伟宁用手卡挡住好风光 林心如被吓到愣了一秒后一把甩开 可不能浪费每一秒展示资方礼服的机会 赵露丝虽然有几步大热剧 但明显咖位不够被安排低胸礼服 镜头拉近就连胸贴都看得一清二楚 这也让他在宴会上不得不披上皮肩 也失去了展示品牌方珠宝的机会 源泉作为有实力的演员自然不被资本过去 出席红毯只穿着白衬衫西裤就上场了 看起来就像打工人的职场穿搭 上台领奖这身黑色礼服也很得体 最多也就穿个小微领的礼服 田兮微火之前也是走的甜妹路线 自从有些讨论度之后也走上性感风了 颁奖礼下台都让人目光锁定了 和王鹤递走红毯穿着一袭身未开到位的礼服 还真是从甜妹到辣妹的完美转变